大家好,又來到 又一輯的日本旅遊片 今次是平成最後之旅 平成最後之旅,我第一站來到台場 台場我當然不是第一次來,但台場這麼大 九萬多個景點要走 今次來的,是叫做 TeamLabBotless 一來到,看看這條龍 是一個數位藝術博物館 你之後才以為是龍尾的地方 不是龍尾 還要繼續走 然後,去到最後 終於找到龍尾了 我排了45分鐘才進場 我已經是開館10點 我已經是11點來到 建議大家 第一 如果你時間不夠的話 你可以是下咒師 因為下咒可能就不用派到入場 起碼我自己的情況 來到這裡,你會看到 在他們的走廊的不同地方 都會有不同的 藝術作品 當然也是用一些投影機 光線 來做到這些效果 也都是 例如這個地方 我忘記叫做什麼洞窟 大家在看他這些表現的時候 我會給大家 這個數位藝術博物館 有1萬平方米 這麼大 有3層 樓高3層 都很適合同層 有錢 我建議大家 起碼要預約3個小時 如果你來看的話 第一 第二 如果你是想來看的話 請你 在之前 或在他另一頁 先買了票 買了票 到時 你就可以拿回他買票 之後 給你那個QR Code 你去到Walk in買票 其實很可能 已經是會賣完票 因為 有很多日子 我買票 經常發現有很多日子 根本是 那天已經賣完票 根本沒有可能 這個就是主舞台 他的主舞台 其實 中間的那個 其實是瀑布 但是由於太多人 所以 看得不太清楚 也是 主力打卡地點 所以你看到人很多 看下去 在台上 就是這樣 都是那一句 由於太多人 如果不是 會好看很多 他旁邊那個 就是 花雨人的森林 那 反而可以看得到 他那個 主舞台的瀑布 那個位 他真的做到瀑布 下 你可以在那個瀑布 下面 去拍 拍到好像 你真的在瀑布 當然不用淋醉 其實 在這裡 慢慢走 都是心狂神 真的 這裡就是蝴蝶 你站在這裡的時候 你的腳邊就會出現蝴蝶 但是你好像這個人 走過蝴蝶 那些蝴蝶 自然就會被踩死 這樣就會關掉 他會慢慢飛去牆場 如果是 你不動的話 或者你不踩到他的話 好 這裡叫做Fulling Net 那就是 整個館裡面 我排了最久的時間 起碼排了20-25分鐘 最少 進去之後 就是看這些東西 睡在網上看 所以 記住 你很容易會跌進去 其實 你的東西不是太小 就不會跌進去 你很難跌過手機 但是他也會給你一些交代 給你包住 然後 這裡 就好像類似 他當時 說什麼 那個叫做 光線雕刻 你搞到 整個Disco 你一進去 那為什麼會過Disco 因為 一群人 就 就好像 你見到這樣 就說 整堆人 站在這裡 盡量站在中間 就好像一個舞池 然後就有些音樂 播著 那些光線 就不知怎樣 所以 你以為可以進去Disco 那其實 如果你在這裡 要看到最好的效果 你應該要站在場的中央 你在場的中央 你才會看到比較好的 才會看到比較好的東西 才會看到光線 他想刁黑什麼出來 那個效果 但是呢 周圍 很多人 有些人在那裡 拍團體照 有個打卡 就是打卡 拍團體照 的時候 這個 叫做 地形之記憶 你走進去 然後 找路走就OK 也不是很難找 你跟著 前面的人走 基本上都OK 那這些是鐵柱 而進來這裡 也是 他第二部分 這個部分 也是要自己找路走的 不難找的 雖然你看到好像很暗 但實際上 你進去的時候 其實是OK的 就 絕對會找到 找到路走 還有 他 也不用怕 走過去 會不會 踢傷 因為他比較矮 那些柱 其實這些柱是軟的 就不會踢到你 所以也不用擔心 好 然後 這個 Bad Waves 好像叫做 也是 其中一個主力打卡 地點 你看看別人的 那些 Tim Lop 的IG 那些 很多人 打卡 都是在這個位置 好 那來到我最推介的兩個位置 我第一個最推介的位置就是這個 燈之森林 都要排隊的 在 即是 要排隊上二樓 這樣 由地上排隊上二樓 這樣 那就 但是很棒 在這裏再提一提 其實 有一些 有部分 的景點 是 他的地下 都是 鏡 所以 他會提 如果是女士的話 他可以提供一些布 給你 遮住 怕你穿裙 這樣 但是 有沒有需要 就你們自己 女士的話 就自己決定 這個 是 我第一個 不用排隊排很久 沒有Fallinets排不久 10分鐘左右 可以進去 另外 最最最最推介 是這個 叫水晶世界 進去 即是 開頭 一吋吋LED燈 深水埗也可以買 這些 一吋吋LED 但你做到它的效果 做不到 我們去看看 這些景點 其實是由一班 在2001年 已經 設立 設立的 一個團隊 他們是跨界別的人士 世上 除了台場之外 也有不同的地方 有本 其實 如果沒有記取 銀座 本身已經有本 所以 他們就做到深水埗的 合數 可能 下雨的效果 上到二樓 就會是一個 運動森林 大家看看有沒有時間 去 如果有小朋友 都推介大家 可以去 跳彈床 然後 這個 其實是 上滑梯 你可以帶著小朋友 上去 然後 好像 又是在一個 瀑布 上面 流下來 就是這樣 你看到 你看到 可以和小朋友一起去 大人小朋友一起去 大人小朋友一起滑 會滑過的地方 也會有條線 這樣 然後 這個 在運動森林 最高的地方 就是 拍一下 周圍是怎樣 周圍 什麼地方 什麼地方 然後 有些 可以給小朋友 玩的地方 下面都是軟展 所以不用害怕 後面好像有一條 很大 然後 你會 看後面 你會看到 有很多 像啤梨 倒轉過的 啤梨 放的地方 穿過去 會有 其他地方 讓你走 包括什麼地方 這裡 其實是給你爬的 要爬 就 這一邊爬另一邊 要踩著 銅色的腳踏 其實就不太難 要爬不難 要踩到銅色的才難 好 最後 其實也是有一些 給小朋友 的地方 這個叫做 采葵水族館 好漂亮 好 今集到這裡為止 下集我們再看其他地方 拜拜